乌克兰物理学家发现 通过掺杂 灵灰式体系可以是金属 大家好 欢迎回到搜索系 那关于LK99 这场全球的科技大讨论 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这个科学课题 没有因为风波而停息 那就是同掺杂 灵灰式体系的原因 上个月我们介绍了 这个里面我们中国年轻的 科研工作者王洪阳博士 把他的团队在一篇名为 千铜灵流氧 灵灰式体系里面 这个物理动员的论文 向全世界展示了 这个体系的实验极限 在王博士论文发表之后 他亲自下场做了一次自我解剖 这个用他那份比较坦诚的字数 应该说是比论文本身还要精彩 那么在知乎里面 他就开宗明意的告诉我们 在这个千铜灵流氧的体系里面 禁氏文超道像 您说了没有暗示 他坚信自己测造的这个磁性和电信信号就成了 那同时他也坦诚这个研究里面面临的巨大困境 这个物理动员真相是什么呢 这个体系是极大复杂的 超道金属聚原体铁磁性 十几种线下混搭在一起 另外呢就是这种炼丹式的实验 他承认自己的团队更像是炼丹食药 是吧 重复性的只有大概5% 而且呢因为没有这个资金和持续的投入啊 因为分离和提纯这个超导线啊 难度实在太高了 所以这个实验啊 几乎就靠他个人和朋友们的这个帮助啊 硬撑下来的 最关键的是呢 他也不知道啊 这个能超导的精确结构和精确掺杂量 到底最后是什么 所以王博士团队啊 是身处在应该说是略果中的实验派 用无数次的试错啊 证明了这条路有信号 但难以上今天 那么正在王博士他们团队啊 在民闹中挣扎的时候啊 科学的另一段啊 就是理论物理学家呢 是有没有闲的 在乌克兰啊 来自国家科学院金属物理研究所的 Echo Supinko和Vladimir Kavinsky啊 两位学者呢 都是关注于强关联电子体系的 资深理论的内容 他们就另辟蹊径 发表了一篇纯理论的内容 来研究啊 这个千铜 领徽石体系的另一种变体 就是同取代千帆酸炎的秀领徽石啊 那如果说王博士的工作啊 是动手是吧 那么乌克兰团队的工作呢 就是动脑啊 他们没有做任何实验 而是选择了一个最强大的理论沙盒 就来寻找这个超党的秘密啊 那么那要运行这个沙盒呢 首先就要运到什么呢 DFT啊 这个密度发函理论 这项理论的这个基础和实用化工具的提出啊 是诺奖水平的啊 其中呢 像Walter Kuhn教授呢 就因此获得了1998年的诺德话题表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 这个让DFT真正走出啊 这个理论电梁成为材料科学和计算基石的这个核心的工程啊 就是这个Kohen-Sham工程啊 就是Kohen-Sham这个工事啊 是Kohen和华裔物理学家沈吕九教授啊 共同推出的 那沈老先生的贡献啊 是将复杂的这个量子力学问题巧妙的简化 让我们啊能用这种计算 精确的描绘材料的骨骼和这个能带精工 但是呢 诺贝尔奖啊 是受益三人 所以沈老先生的最终就错失了这份荣誉 那这个是丝毫不影响 他在科学史上的地位 正是他参与创立的这个DFT 给我们后边所有的这个超道理论计算啊 包括王国士他们的结构参想 就打下了建设的理论基础 但是LK99的这个体系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就是他脾气太大 电子之间相互作用太强 DFT啊 才是无法精确的处理这些强关键行为 于是啊 人们就引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论 叫DMFT Dynamical Mean Field Survey 动力学平行场理论 所以如果DFT是一个静态显示器 那DMFT啊就是一个能看到电子如何跳动 如何纠缠的这个动态的比如说摄像机 他能追踪啊这个电子自学和时间的演化 计算出呢 电子之间呢 是不是会形成短暂的这个配对 这个就是理论物理学家们的这个沙盒 那乌克兰团队啊就把这个铜 千铜啊 这个银挥石啊 这个锈锈炎吧 这个放入到这个沙盒中 做了一个系统的模拟 他们发现了三个颠覆性的结果啊 那么在LK99中啊 这个铜铜之间的距离啊 因为太远了 电子就被困住了啊 导致体系里的容易发生这个 John Taylor激电最终啊就形成了 这就是LK99啊 失败的一个关键 而在这个千铜繁锈这个体系里面呢 锈它的离子半径更大 它的4P轨道啊 和铜的3D轨道就发生重叠 就形成了一个电荷桥 让孤立的铜电子啊 可以重新联通了 换句话说呢 就是锈把电子通脑搭起来 这也是他们计算中啊 材料能保持基数态的原因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只要这种电子桥存在 这个体系 即使在零掺杂情况下 也不会变成聚烟体 那王博士啊 在实验中发现的 硫的引入啊 也是大扩聚烟性的关键 而乌克兰团队的理论 进一步指出啊 锈同样能起到类似的作用 只是机制是没有不同的 刘掺杂呢 主要是改变铜的配位环境啊 促进铜的站位和局域的载留子 那么锈的掺杂呢 就通过这个电荷桥 直接连接了电子桥里 所以这两个发现啊 一千一后 这个实验理论 应该说是互为镜像的 一个是我们说在火中 炼出的信号 是吧 一个是在冷光中 计算出的金属态 所以 全篇的核心啊 是自宣冻结和三重态 超达的可能性 那乌克兰团队啊 他们就利用这个前面提到的 DEMFT啊 追踪电子自宣的演化 并就汇制出不同电子填充下 它的这个智能和局域自宣的响应 他们发现啊 当那个填充量N能2.94 就是比理想态少 大概2%的电子的时候啊 体系呢 就进入一个极其特殊的状态 叫自宣冻结交叉动 SFC Span freezing crossover啊 这个点上啊 电子的自宣 它既不会快速翻转 像金属那样自由乱跑 也不会完全冻结 就像原体那样被僵死了 而是呢 进入一种半冻结 充满量子波动的引进去 那在这个区域里呢 这个物理上是还何意思的 因为多种强关联体系 比如说铁基 聂酸源 甚至这个铁酸源超导体的这个存在啊 都在这种自宣波动区域里面呢出现了自宣三重态配对的这个迹象 你就是说啊 乌克兰团队找到了这个体系里面最可能发生平行自宣配对的这个理论坐标 那么讲到这儿这个论文也讲完了啊 如果说实验室的工作啊 像是练单是吧 那这种理论工作呢 其实更像一场这个方程上的念经术啊 看起来就是在透公式 但是你要让这些公式真的跑起来 难度还是非常高的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 DFT呢就是一个成熟的方程 DMFT呢也是一套成熟的方程 那就像一个交响乐的总统 你知道谱子是一回事 然后他演奏出正确的旋律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理论物理学家的任务啊 就是让这套方程在一个全新的体系里面自洽 这意味着呢 你要判断哪些轨道是重要的 哪些相互作用可以忽略 参数应该怎么选取 以及啊在数字发散的边缘 怎么让这个算法稳定下来 这些呢都不是在公式里面写的 他需要经验知识 还有对体系物理本质的这个理解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学会了DFT啊 但是很少人啊能够真正的掌握 这个DMFT啊 因为这个不是纯数学技巧 而是物理判断的意思 所以从范式上讲啊 这篇乌克兰的论文啊 是完全遵循了我们当前 强关联材料研究的这个标准 就是从DFT到温点投影 到构建多轨道的哈密的量 然后就DMFT的求解 分析自然的资源能啊 和这个资源掌握 以及这种高度 你看说科研范式的这种研究方式 这个跟咱们做实验里面 这个所谓这个烧结退火 测组这个流程是一样的 但是在这种范式研究的内部啊 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能不能在一堆数字里面 看出它的物理意义了 不是被假信号所误导 换句话说啊 就这类工作 它不是在发明新数学 而是在用老公式点亮这个新体系 所以数学呢只是一个估计 真正的创新在什么呢 他们找到了一种让电子重新会说话的方式 所以在这个天同凡秀体系里面啊 那条秀离子打起来的电份桥 就是这一场方程链金术的最漂亮的一道路线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完整的这么一个循环啊 这个沈老先生十六一九呢 奠定了理论计算的坚实地系 那可爱呆团队啊 用石烟烈火呢 证实了在这个大体系 就流的体系里面 有类似超导信号存在 那乌克兰团队呢 他们用理论的方式呢 提供了一个更纯净的配方 就是秀的体系 更精准的指出啊 超导的内在机制 就SFC啊 导致的信号相同态 所以应该说这两份工作 它是能相互运动的 同取代千丽惠奇家族 是一种具有高度电子关联的 这种效应和复杂 相图的这种体系 所以王博士呢 他的坦诚的字数啊 让我们理解了这种 实验的艰辛和成本 而乌克兰理论啊 他给我们指明了 最精确的这个理论吧 实际上这种工作 很多人都在感叹 哎呀 还在讲这个话题啊 那不是骗局吗 都是骗人的 韩国是在骗子 实际上可能很多人啊 包括真正做这种科研的朋友 很多人还是在关注超导的这个工程上研究啊 怎么让它落地啊 怎么能尽快的经济化 甚至变现 但是啊 超导研究啊 就是靠着一系列 看起来极其不靠谱的这种设想 实验 理论 推进的啊 如果没有1911年 那个 那个无意中的一个测试 是吧 也没有超导这个行业 所以到现在为止啊 我们啊 就是还是要以宽容的心态 对待后 LK199时代这个研究啊 我觉得啊 就是王洪阳博士 可爱待他们团队的上一条领啊 应该还是比较给力的 比较 虽然比较宽泛 但是我觉得啊 从我对王博士个人的了解来说 包括他后来的这个比较坦诚的资数来说 他已经尽了他的所能 他的所有啊 把LK体系的这个进展啊 推到了一个更开阔的地方 那后边啊 包括其他的团队 可能还有更多的人 在默默的做这方面的研究 以这种无穷大的力量啊 压力来做金属轻的研究 和这个看起来是念单一样 不靠谱的LK199研究啊 他其实是不矛盾的 科学的就是这样啊 一方面的是 踏踏实实的做一到N的工作啊 别人已经有论文 有设想 有框架的东西 你把它经济化 规模化财业化 一方面呢 就是从零到一 甚至是零到零点五 零点八零点九的这种文章 所以这两场研究啊 就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双成计一样 乌克兰的理工研究和宗泉国程所开戴的这个 他的这个念单 是吧 这种双成计啊 这种双轨力的研究都在继续啊 他在科学上的啊 是一个啊 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了巨大困难 也充满了无穷希望的这么一个局面啊 那么超短眼睛我还一直是灭 以后也会是灭啊 他是没有求命的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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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